今日话题由历程贸易暂志播出 牛头牌沙茶酱 咖喱炒酱 红葱酱 干拌面 给您家的美味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 南加大昨天宣布他取消了在今年5月份 要进行的毕业演讲人的机会 这个事情昨天刚出来的时候 我看《洛权时报》有一个比较短篇的报道 但是今天呼啦呼啦的全美国的各大主要的媒体 都把它变成一个非常大的事来讲 所以今天我们再聊一下 为什么这个年轻的女孩子 一个大四的学生 生物医学工程专业的这样的一个学生 他是全年级的第一名 他将代表毕业生要在毕业典礼上 发表一个告别的演讲 为什么他的这个演讲资格被取消 以及这里头是不是涉及到 因为校方提出的理由是安全的原因 但是这里头有很多人认为说 还涉及到言论自由 是不是受到压制等等 所以这个事情呢其实跟刚才我们讲的那个大学里边的 比如说仇恨以色列或者仇恨这个犹太人和这个亲巴勒斯坦这些也有点关联啊 所以呢我们就来看看这个南加大的事情是怎么回事 这个绝对是上一个话题的延续啊 对不对 这个就是犹太人 伊斯兰教信徒 政治王和就是这些事情 就惹出来的一个又一个的头绪 其实本事小事一件 就是你知道美国有多少高中吗 多少大学啊 对不对 这五月份都毕业 那有多少毕业生代表讲话呀 本事一件小事情 但是这个事情他发酵之快他那个滚雪球滚的速度之大 那个滚的那雪球之大 糟糕了 这变大事了 我相信可能南加大的校方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没想到 但这事惹麻烦了 跟大家讲一下是怎么一个情况啊 这个女孩子的名字叫Asna Tabassum 她什么人呢 她是一个南亚人 孟加拉人 但是你看她戴这个头巾 你就知道了 她是一个伊斯兰教信徒 在美国的高中也好 大学也好 如果你被选为是valedictorian 这个叫做毕业生代表啊 那是一个极高的荣誉 这个荣誉它是有含金量的 如果以后你去上什么大学名牌 然后或者是找什么工作 你的简历里写一行这个 那所有的人眼睛一亮 因为他们知道 这个不是百里挑一啊 这个不是千里挑一啊 那是万里挑一 为什么这么说呢 5月10号 这个女孩子本来 给她是三到五分钟做这个演讲 下面的人六万五千 毕业生加老师 六万五千个人 她是那个唯一的代表 不是说有八个对不对 她是八个人当中之一 所以这是一个至高的荣誉 有多少人符合这个资格呢 一百多人 一百多人有资格做这个毕业生的代表 她被挑出来了 这多么大的荣耀啊 她肯定啊 就是做好准备准备进行这个演讲了 5月10号也快到了嘛 对不对 突然之间校方一个通知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您这个我们取消了 为什么呀 她就问学校为什么呀 我们是出于安全的考虑 哦怎么了 因为啊 有两个组织对你提出抗议 哪两个组织啊 一个是校内的 一个是校外的 校内的是什么呀 那个叫做 我们也知道 南加大的标记是特罗伊人 对 他叫做特罗伊人支持以色列 这个组织 这是我们校内的 另外一个呢 是校外的组织 叫做 停止仇恨犹太人 他们认为你没有资格做这个演讲 你这个演讲会造成分裂 因为你曾经在你的Instagram上面 转过一个链接 那个链接是支持巴勒斯坦人的 那个链接里面有指责犹太人 或者是指责以色列军方的杀戮的 你转过这个 不就说明你支持这个吗 对不对 那不行 尽管我们不知道你要说什么 他那个演讲稿 还没写好呢 可是 就这个 就不让了 哦 他说 那我想问问 你如果觉得我对 学校造成威胁 你能告诉我是什么威胁吗 学校说没有 没有具体的 没有人写信 没有人打电话恐吓 我们怕 万一有 哇 这一下痛麻疯我了 当然可能也有一些言语上的 就是有一些人 就是比如说 反对他的这些组织呢 学生组织呢 已经有过扬言 说是如果他要讲话的话 那么对不起 我们恨不得就是要闹场 也就是说 别到时候一个 比如说 毕业典礼的时候 一个代表上去发言 结果有人起哄 有人闹场 那不是整个的毕业典礼 就没法进行了吗 或者是没有办法正常的进行 于是 学校可能考虑到这个原因 就要取消 但是这个 引起了轩然大波 因为在 学校校内也好 在学生里边也好 在这个 老师教授里边也好呢 这个就等于是变成了一个 不同的意见的争论的 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 发酵点了 大家都就这件事情 都发表各种评论 说实话 现在这个高等院校里边的 那个领导啊 那个校长啊 确实是 难做呀 难做 真的是一个受气包一样 对 上面有上面的压力 它上面的压力 来自于各种各样的议员 政治方面的压力 有来自于经济方面的压力 比如说一个 学校里边一个挺大的捐款人 一个亿贯富翁 他有他自己的政治理念 他有他自己的这个宗教信仰 如果您的这个决定 触碰了他的那个 让他不高兴了 触碰了他的这个底线了 撤资了 他就要 就是各种各样的威胁 或者各种各样的 这个压力又来了 这是经济方面的 那你还得来自于面对 这个教职员工 还有学生的压力呢 对不对 所以 确实是非常难 你怎么样去 做一个平衡 真的是 不容易 所以呢 这个 这个事情啊 现在已经闹大了 那个 南下大的 我看那个教务长 那叫什么 安德鲁 我都忘记了 他那个姓是什么 安德鲁 他已经出来了 他已经表态了 说 这个 大家别 别误会 这里头没有 言论自由的问题啊 我们不设计这个问题 我们主要是考虑的是这个安全的问题 但是有很多人是不接受这个说法的 是说你学校里边最主要的你碰到各种案的压力的时候 你首先应该考虑的 就像是一个房子着火 你首先要救的是什么东西 你在这里头首先应该保护的 是学校的教职员工以及学生的言论的自由 他说这个东西是我们的叫做根本的东西 美国的大学为什么人们向往 为什么世界各地的人都来 原因就是我们保护这个非常珍贵的东西 这个莫道志啊 他说因为这个人演讲你怕乱 你怎么不去抓那个捣乱的人啊 你怎么是让他不演讲 你这个两个当中你选错标了 他这个是这个里面的 为什么这个闹大了 135个教授都出来了 现在有教授在你现在去南加达看 站的那个特罗伊人天外举着的牌子 而且最具有讽刺的是这个事情 就是在24小时之前 Asna Tapasum 我可以说没人知道他是谁 现在我不敢说全世界 全美国都知道 你知道在过去24小时之内 他上了多少节目吗 从ABC到CNN到什么各种CBS 各种电视台 他要想说的那些话 在大学那6万5千人听不到 现在全美国都听到 没错 有这个事滑稽不滑稽 那稍等会咱们再说一下 欢迎您去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 这段时间给大家讲的是南加大 我们南加州大学在洛杉矶 他决定把他原来订好选好的今年的毕业典礼上代表毕业生发言的 这个Asna Tapasum她的这个发言的资格给取消了 原因是为了安全的原因 校方为了安全的原因等于取消了 但是从具体的情况来看呢 就是因为她是一个这个穆斯林的一个 穆斯林吧 她本身的宗教信仰应该是个穆斯林 然后她是一个少数族一的来自于孟加拉的这么一个学生 同时她在因为宣布她作为这个学生代表的时候呢 发言的时候呢 就遭到了两个组织的公开的反对 那么主要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原因 她这个链接 发过一个亲巴勒斯坦的一个链接 就这么个情况 这里说到不涉及她讲话的内容 比如说她在讲话的时候 比如说讲话稿里头要说什么东西 或者她想要讲什么东西 还不涉及这个东西 她昨天接受CNN访问的时候 她说我那稿还没写呢 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要说什么呢 是是 但是她当然现在她她会说 她说比如说我主要想要宣传的就是这个希望 就是宣传这种正面的 对就是正能量的一些东西哈 但是这个事情呢等于是算是一个导火索一样 你看她现在 第一是她本人变成一个大家都知道的这么一个人了 第二你不让她在USC发票毕业演讲 她到各大电视台去露面 实际上已经把自己的这个事情给传达了 所以她后来讲的两句话挺好 她第一她说南加大背叛了我 这是第一 你选了我以后又莫名其妙把我取消这个资格 这个是她认为是一种背叛 第二就是说你想让我晋升 实际上是让我变得更大声 所以呢确实是 以后她接受我估计可能很多的机构 没准都会请她去演讲呢 这都是有可能的 尤其是那些亲巴勒斯坦的组织 或者是机构 所以这个事情呢 南加大说实话可能现在有点两难 就是说进退两年 在学校里边大部分的教授都认为说 这是一个灾难性的决定 因为我看那个有报道说 他们的有一些系主任 有一些系里边的这个教授啊什么的 都进行过内部的调查或者是了解 说是他所问的所有的教授 都不认为这是一个好事 这是第一 然后都认为说 这个可能会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说那以后在毕业季节的时候 不管是我们学校里边的学生 教授还是外来请来的这些演讲的人 有名的人甚至包括政治人物啊等等 他们的演讲的稿以及他们的立场 你是不是都要审查 你如果审查的话 那这里头还有这个学术方面的言论自由吗 是这个非常的麻烦一个问题 而且它是两方面 哪两方面呢 一个是校方 一个是学生 就是这两方面都有自己的考虑和都有自己的抗议 你作为校方来说 这个演讲人被取消 这个不是学生要求的 是有一些学生抗议 但是最后做出这个决定的是学校 但是另外反过来也有学生的抗议 这些学生的抗议 常常是一看 学校请来了谁来演讲 那他们就说不行 我们不需要这个人 比较有名的 大家记得就是那个Condalisa Rice 这是美国的Bush 小Bush做总统的时候 他是国务卿 他被请去演讲 结果被学生给轰下去了 就拒绝了 大家就抗议 所以就没有发声 后来奥巴马到Rodgers去演讲的时候 他还指责了这些学生 他说你们不理解 其实学校这个校园这个地方最了不得的地方 就是要让大家听到不同的声音 这有什么呀 让他来想 为什么学生抗议他 因为他不是参与了亚克战争 对不对 当时宾拉登的袭击以后 他们错误的判断 认为伊拉克有大功能杀伤行入器 其实这些学生们反对一些保守派的人 反对一些右派的人来演讲 这种例子太多 今天没有时间举 只是告诉大家就是两方面 一方面是学校 学校害怕 另一方面就是学生施加的压力 所以这个事 在文化战争当中 将会是一个持久战